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赛季 戈登海沃德 在场均31.9分钟下 可以得到15.9分4.6篮板3.6助攻的数据 三项命中率分别为45.9% 39.1%和84.6% 从数据来看 海沃德很全能并且三飞效力不俗 之所以说起海沃德 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爆出黄蜂对位少友谊的情况下 胡人非常有望得到这位明星风险 事实上 根据爆出的消息来看 海沃德也是换取微少的主要筹码之一 这是 在布里奇斯爆出加报仇文后 黄蜂撤销资质报价来看 黄蜂交易微少的计划基本上是泡汤了 我的意思是 原本黄蜂方面希望借助云微少的到期合同 来摆脱海沃德等人的大合同 以此来为布里奇斯等人开出合同 现在来看或许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与此同时 还是本赛季 奥斯曼在场局22.2分钟下 可以得到10.7分2.2篮板2.0助攻的数据 如果换算成每36分钟的话 将会提升到17.5分3.6篮板3.3助攻 我们将数据进一步的拆分 进攻端 有62.8%的出手来自三飞线外 效率为1.9球 命中率36.4% 场局24.2次传球下可以收获2.0次助攻 作为对比龙多为42.4次传球收获4.9次助攻 防守端 在奥斯曼的对位防守下 对方命中率从44.5%上升到了46.4% 涨幅1.9% 不过 防三分上 奥斯曼可以将对方的命中率从35.5%压制到34.3% 从以上攻防数据来看 奥斯曼有一定的三分和组织能力 不过防守端除外线外就很一般了 当然 这在我看来也是欧洲球员的通力 虽然球伤不错 但对抗能力相对很一般 而这样的特点我认为和海沃德很像 我的意思是 兼具组织和三分能力 相对来说防守都很一般 从年龄角度看 27岁的奥斯曼相对于已经32岁的海沃德来说 算是小自卑的存在 换言之 一定程度下看可以算是小海沃德的存在 我是认为 忽人大概率得不到海沃德的情况下 倒是很有机会得到奥斯曼 理由1 骑士内部 在后场 骑士有加兰和赛克斯顿两位不俗的年轻球员 内线有阿伦和莫布里 5个位置上4个位置有潜力年轻球员 那么相对来说其他球员的生存空间就很小了 事实上 本赛季奥斯曼仅仅获得三次首发机会 除此之外 出场时间 出手都是自新秀赛季以来的新低 多说一句 连明星球员乐福这机会都受到了压缩 三次首发 22.5分钟的出场时间 均为生涯以来的新低 理由2 合同 奥斯曼和骑士还有两年1400万的合同 诚然合同不大 但问题来源于两点 其一 现阶段的骑士不计被通关实力 相对来说节省开支是首要任务 尤其骑士还身处商业价值不大的小球士克里夫兰 其二 如刚才所说奥斯曼在球队的不可替代性 或者说可培养的空间几乎没有了 就此 胡人可以用纳安加选秀权的方式来报价奥斯曼 对于骑士来说 纳安是到期合同 名下能够是否空间 也等于清理了奥斯曼的合同 至于选秀权可以自用或二次交易 显然 这两点是能够让骑士心动的 骑士能够心动 显然这笔潜在的交易就非常有望达成 对于胡人来说 奥斯曼有一定的三分能力 首先这能够填补蒙克等人离开留下的空白 其次 奥斯曼具有一定组织才能 打首发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下 分担詹姆斯的组织压力 打替补的话可以起到川连球队进攻的重担 这么一看 奥斯曼的到来 一定程度下看可以让胡人进攻战术多元化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关于目前自由市场为何如此安静 这和杜兰特向蓝王管理层申请交易有直接的关系 像杜兰特这种级别的球星 如果发生了交易 足以改变现在联盟的格局 得到他的球队也会直接成为很强的争冠球队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蓝王管理层现在依旧不清楚杜兰特为何申请交易 毕竟他和蓝王还有四年的合同 也没有交易否决权 蓝王对他也非常好 满足了他所有要求 联手欧文也是杜兰特自己的选择 可是蓝王的好意并没有让杜兰特感到满足 尤其是当看到库里代理勇士夺冠之后 杜兰特受到了非常多的质疑 虽然他嘴上说没什么事情 但内心肯定不能安静下来 再加上蓝王拒绝给欧文一份顶心许悦 蓝王和很多球队商讨了有关杜兰特的交易 其中有热火 猛龙和太阳 蓝王管理层想得到太阳的不可 也想得到朦胧的巴恩斯 所以交易一直没有成功 毕竟蓝王想要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 这些球队都愿意满足蓝王对选秀权的要求 但是不想送出对内有天赋的年轻人 这是因为杜兰特已经接近34岁了 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下滑 等到合同结束之后 也有可能会退役 这不利于球队的重建 一旦没有拿到总冠军 那么球队很多年都会受到影响 毕竟选秀权在蓝王的手中 而蓝王的管理层也不着急 反正杜兰特有四年合同 而且蓝王接下来几年的选秀权都在火箭手中 即使杜兰特下个赛季流队 那么他也会上场打球 近期NBA记者楼聊到了蓝王和热火交易的一些事情 热火现在的战队核心是阿德巴约和巴特了 首先蓝王肯定不想得到巴特了这样的老将 而热火在年轻人方面 也只有西罗和邓肯罗宾勋这样的球员能够交易 阿德巴约是热火的防守之主 一旦将阿德巴约送出去 那么热火队内就有两位年龄34岁左右的老将 很难保障他们在未来四年都会有好的表现 不过记者也说了 只要蓝王将本西蒙斯交易到热火 那么事情就解决了 蓝王得到阿德巴约和西罗这样的年轻人 而热火得到杜兰特和本西蒙斯 这比二坏二 再加上一大堆悬秀权的交易 肯定是最合适的 不过这算是热火降低了对杜兰特的报价 可是本西蒙斯已经整个赛季没有打球了 再加上他修赛期做了背部手术 他现在的交易行情并不是很高 本西蒙斯现在还剩下三年一的合同 如果蓝王给他一年的时间 然后本西蒙斯能够再次打进全明星 然后进入最佳阵容 那么他的交易价值就会飙升 毕竟他曾经也做到过这样的事情 蓝王现在非常谨慎对待本西蒙斯的交易 毕竟当初是交易哈登得到的 如果在交易价值最低点的时候将他送走 那么蓝王会非常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蓝王下个赛季并不打算重建 所以才一直索要非常高的报价 也就是说无论是杜兰特还是欧文 他们下个赛季都有可能留在蓝王的阵容里面 只要留队 那么他们就必须在场上打球 欧文到了合同年 他肯定不敢轻易缺席比赛 而杜兰特并不是本西蒙斯这样的球员 说起来也是很奇怪 蓝王得到了三位有一定问题的球星 本来是联盟争贯大热门 结果两年的时间 就可能推倒重建 而且当初为了帮助杜兰特补强阵容 在交易得到哈登这件事情上面 蓝王送出了大量的选秀权 而且也送走了成为全明星内线的阿伦 蓝王这几年舰队的思路出现了问题 球队的老板非常迫切想得到总冠军这样的荣誉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球队都是经历了很多年才拿到总冠军 在自由市场里面签下球星的确是非常快速独冠的办法 但也要考虑很多东西 比如球星的实力 脾气和性格 只有一些无私的球星在一起 才能够拿到总冠军 这一点也是事实 现在很多球队都在等着蓝王降低对杜兰特的报价 其实从筹码方面来看 猛龙的筹码可能是最好的 毕竟在交易的筹码里面 有西亚卡姆和阿努诺比这样的年轻人 而阿德巴约在季后赛里面打不了硬仗 在季后赛里面 当恩彼得在场上的时候 热火的主教练会直接将阿德巴约换下来 而当恩彼得休息的时候 阿德巴约才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实力 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位普通的全明星内线球员 而西亚卡姆在季后赛的效果可能都要比他好 蓝王现在既想要优秀的年轻人 也想得到多个首门选秀权 这也是一种态度 做生意就需要讨价还价 蓝王在自由市场里面也是进行的影员 去约了米尔斯和克拉克斯顿 用笔心合同签向了沃伦和萨姆纳这样的球员 如果杜兰特和欧文留下来的话 只要欧文和本西蒙斯认真对待比赛 蓝王依旧是东部的争冠球队 毕竟整体阵容确实非常不错 蓝王接下来无论是进行重建 还是说留住杜兰特 都需要将主教练纳士更换掉 他的直角能力确实有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蓝王的老板关系不错 可能修赛期的时候就会更换主教练了 而不是继续给他一年的时间 杜兰特想拿到总冠军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做人也要知恩图报 希望蓝王能够解决好杜兰特的交易问题 等一会儿 感谢观看